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这个案子的主要的所谓起诉人 还有我的侄女郭丽杰 以及我的医院员工 一位张总 还有其他女员工刘小姐的 在开封中基法院接受了所谓的审判 也就是说昨天和前天我接到各种警告 让我不允许上赵阳先生的直播 如果上直播就会把家人重新收回监狱 就像头几天一直以来给我的威胁 如果敢在四九大以后继续爆料 将所有在即的家人员工继续抓捕 然后让他实际自由 这个开封市中基法院这个判决处已经在网上公布出来了 这个我的团队还有家人呢为了让我能以好心情 上赵阳先生的这个直播 没有在直播前告诉我 直播以后我马上叫我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开封审判 当时我真的是震惊了 因为我家当中呢这几个哥哥 大家知道在2015年1月10号的时候 关掉了 全部都被这个抓捕了 那么我的五哥和六哥呢身体非常非常不好 我的大的二哥就更不用说了 这几个哥哥身体非常不好 经过这的那一年和两年不同的关押 折磨 再加上这回来以后的两三年经常提审提问 作为威胁的目标 他们基本上是胜利全垮了 那么在我这个去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刚开始爆料的时候 我的五哥呢多次被带到医院检查 就是说他绝对他是属于高危的病人 所以要求五哥是取保候审 所以我四哥和我六哥和我五哥都属于取保候审 那么同时也作为了他们对我威胁我的一个条件 那么大家也在过去发生的事情也都知道了 那么就在这个十九大前也对我也在进行威胁 虽然他不是来自于中国官方 但是都是盗贼人最有影响的家人和集团传来的消息 那么就在这两天大家知道不允许我再继续发追 不允许我再直播 否则的话就会把员工继续收押 把家人继续重判 这完全是不顾所谓什么法律 有任何的公平和真理 在这种情况下 对家人造成的威胁可想而知 我大概将近半年多了 没有和五嫂子这个通过话 因为我怕签在所有人 我就用微信用打了个电话 我五嫂子第一次是踢不成声 他原来从来不到我面前出 因为我五嫂子和五哥是跟山东老家结婚的 我是从小的时候过去给我大伯和五哥 我是在我五哥和五嫂面前长大的 所以我这个五嫂跟我感情极为特殊 那么在前天我六嫂子的父亲在这个正中的过世 那么他也是我父亲的一个同小的朋友 那么我家里边人呢 这个同时呢 也没办法参加葬礼 都去参加了开佛的这个审判 同时我母亲这两天突然间就站不起来了 这个必须有人参扶 才能站起来才能进去这个自己方便 所以家里边乱成一国中 就这种情况下 我们家里面给我哭 也没有任何折备 但是今天五嫂子哭得一堂不住 确实在折备我 这个说你为了你到底为什么 你让你的五哥 这个两个肾积水 这么严重的疾病被判了三年的死死刑 而且我的那个郭立杰在三个月以前保释出来 直接就被关押进去 我们的张金城总经理 直接就被关押进去 一直在被关押中 其他的几个孩子分别被判换刑 这个完全是法律不存在 而且专为我设定了各种条款 你们可以上网看开公式中级法院 后几条专门判决的 说再押人判决人 如果发现还有新的犯刑 会继续在每家再判 判管刑的如果再有罪继续判 这本来就是法律条款不许重申 这无非是重申让郭文贵和所有人知道 我们随时可以给你再加刑 让你换刑件这事情 这是用一国之法律 以法治货的最真实的案例 那么我的父亲和母亲 现在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然我父亲以前不知道 我五哥在这种还被关押 不能让他们知道 我不早的精神出于崩溃边缘 这个家里有人现在在照顾 我这个父母的人都没有 大个二个身体不好的症重 这个四哥心脏不好 最近一直在医院 这个五个现在被他关押 六个接下来还有开庭审判 六个是高度议症 多有严重自杀群权 所以说我在国外 所以说我们家现在 基本盗国贼现在就是让我们家货人亡 家货人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很简单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都在劝我 一定要放弃 一定要放弃 不能再爆料了 那么我现在就在我在两个小时前 通完这个电话 看到这个判决以后 一直在想 我到底是该放弃呢 还是继续战斗呢 我要是放弃 他们会放过我吗 会放过我的家人吗 我妥协了 他们就能放过我的家人 和我的所有的这些同事和员工吗 放过他们以后 他们身体会折磨成这样 未来他们也会得留下 随时要抓 随时要关的各种条件 他们会不会被吓死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在里面关上 可能会在外面更加的安全和健康 我要是妥协 我要是放弃 不仅九个月的爆料 复制动流 还会给我全家后的员工带来 更加紧迫地杀身之窩 因为他让你第一次妥协 他会让你第二次的妥协 我不妥协 我知道他会接下来有可能 把我六个抓起来 把我们家更多员工抓起来 家人更多抓起来 员工抓起来 但是这会触及盗国贼的灭亡 这会让世人看到他们真正 是到底是以法治国 还是以黑治国 以警治国 以贪治国 我已经没有解决了 我早就说过 你把我们家人给炖了 我给你淘几碗糖喝 他是痛苦的 他是完全无法形容的痛苦 所有的推友听到了这些事情 你们感到很难受 但是你们体受到这个事情的 一分之一万一分之一的痛苦 这种心如刀角 切伏之痛 守住被残阅之这种 无法形容的苦 和父母面临到生死的这种感觉 是无法形容的 这种没有成为将来之前 郭文贵绝对不会妥协 不会让步 因为那比自杀 那比回去继续当毛利亢的渠骇悲哀 郭文贵将继续爆料 而且爆料的形势一定会不一样